但是我有一点从娘胎里带来的 从学校里带来的 从中央电视台工作岗位上带来的 从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上带来的 从无党派人士的这个个性上带来的 就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我看到社会上的那些丑恶现象 我想都不想 我就拍案而起 这是我的特点 好多人劝我呀 我身边那些长者 经历过运动的人 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人 都在劝我 小崔你不说话你就能升官 小崔你不说话你就能发财 我说怎么能不说呢 怎么这么大个国家 居然所有人都不说话呢 这是对这个国家负责的态度吗 我拍案而起 我说了 所以就导致了我今天要卖话 卖字 维持体面生活 为了我